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3月22日 首先這裡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波和三台沙冷協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病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現在就要講講歐盟的情況 早前我們都講過了,歐盟的媒體和政界人士 就抹黑這隻阿斯利康牛津疫苗 在兩天之前,金武莊 這一節本來我們要早一點出的 但是有其他題目,這一節就遲了 不要緊,金武莊兩天前就走了去打這個阿斯利康疫苗 因為阿斯利康疫苗被傳會增加血栓塞的風險 到現在還傳的 現在還在亂參傳的,其實之前我們都講過了 現在因為傳得太離譜 就令到有些人覺得打這個疫苗是比較危險 打疫苗是危險的話會怎樣呢? 就自然會少了人去打 現在少了人去打就麻煩了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的疫苗接種的速度就減低了 而法國也是 所以現在英國和法國 結果都是要搞這件事情出來講 這個阿斯利康疫苗其實就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是這個歐盟國家 它基本上就 有些國家直接是 用了官方的指令 就說這個阿斯利康可能有風險 就停了給某一些人群的人 現在這一件事情 那個負面效應實在太大了 法國總理都走了去打 結果去打阿斯利康疫苗 這個都是星期六發生的事 就是我們時間星期六發生的事 其實應該是星期五他們已經去打 那他們兩 經過了兩天之後 他們兩個都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這個金毛莊和法國總理 完全沒有問題 那除了他們英法這兩個國家之外 斯諾文尼亞 的總統 博勒塔赫爾 也都去了打這個阿斯利康疫苗 那還有就是 這個斯諾文尼亞的總理 Janesh Jensa 他也都走了去打這個阿斯利康的疫苗 那其他歐洲國家怎麼樣呢? 那保加利亞呢 就恢復了用這個阿斯利康了 保加利亞其實有七八萬人 那現在其實 十九都是肆虐得很厲害 歐洲國家裡面 打得最少就是他了 七八萬人 只有三十五萬五千人 是打了第一針而已 那瑞典、挪威、丹麥 現在還是在停的 這個阿斯利康 那芬蘭呢 他說會停一個星期 那其實現在是北歐那些國家 就全部都會停一停這個阿斯利康 但是 這樣停一停呢 就會令到其他國家都有信心的問題 所以阿斯利康才要先去打 以身是藥 本來呢 其實是不輪到他打的 就是他不是優先那些人群來的 在英國是 就是阿斯利康 但是阿斯利康就說 因為現在 沒有辦法了 那些人開始 減慢了他打針的速度 他唯有就自己出來先打了 還有之前呢 我們都報導過一件事的 就是講說 在英國有些人就說 因為最初英國就是先打BioNTech 就是輝瑞BioNTech 就是復星 最初先打的 那接著呢 哎呀 Sorry 就是有些阿伯就說 我要等這個British人 就是要英國出產的疫苗 我才打的 那現在說要等英國疫苗的人 就少了 那你說要打BioNTech的人就多了 所以呢 都是很複雜的 這個情況 那當然英國他現在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兩隻混合來打 就是那些大學現在在研究這個東西 就是第一針阿斯利康 第二針BioNTech 這樣行不行呢 就是第一針BioNTech 第二針阿斯利康 這樣行不行呢 現在就是有研究的 但是香港大學又出來說 又說我可以混合針用 現在香港大學都會研究 就是復星啊 和科技我可以混合來用 那基本上我想補充一下 基本上是不建議你混合針用的 不是他要試一下嘛 兩隻東西根本就是混合不完 其實他藥廠當然不建議你這樣用 但是實際上現在很多地方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的 就是他會看一下究竟混合針是行不行 他會試一下 就是明知道這件事是有風險的都要試的了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那個供應是出現問題的 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 因為都有可能是不小心混合針的 譬如記錄錯了 那些就會混合針來打 或者突然之間有一隻沒有貨 就會混合針來打 他都要知道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嚴重的問題先的 其實在芬蘭呢 就有兩單就出現了這個血凝固的問題 就是這個打完這個阿斯利康之後 但是那個問題就在哪裡呢 其實19本身有一個病徵呢 就是種了19之後呢 是會有血凝固的情況出現 或者血散失的情況出現 就是你種19已經有這個可能性了 其實就 那你疫苗就當然那個反應就當然會比較小一點 但是大家都是要想盡辦法去降低那個風險的 就是我都不會說 瑞典、挪威、丹麥那些是非常過份的 因為它都要為自己的國民負責 但是它究竟這些國家做這些事情 有沒有政治考量呢 那之前家產都講過的 在其他節目那裡其實是有的 因為他們拿不夠貨嘛 他們自己生產搞定了自己先 英國那邊搞定了自己先 結果歐盟那邊自己現在開口 開得很緊要 歐盟他們那裡說 我們是理真的 我們是不會給輝瑞利用的 你快快手手開回來 直接是這樣講的 最新消息是 就是兩邊罵得很僵 對於疫苗這件事情 就是他們是想復償 歐盟是想復償 我們要阿斯利康 但是英國現在仍然是鎖著不給 你不給我阿斯利康 我就是不給你輝瑞 搞什麼 那家產剛才那個網絡就有些問題 就是那些聲音就 那家產可以重複一次你說的話 我不會給我阿斯利康 我就不會給你輝瑞 講得很硬很硬 雙方在政治上 雖然現在因為那些人說 我們怕阿斯利康不用 結果搞到它 因為其實現在搞到這個 法國是lock down三個星期 這件事情 那怎麼辦呢 你們這樣僵持下去 其實是互相玩死對方 英國就是不理的了 總之我就是 我用我的阿斯利康先打完 你們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我都是這樣做 擺到明是這樣的 那家帽裝是 就是法蘭西傾 現在直接是 它不會說 講到出口 但是他們的做事方法就是這樣 英國人現在是這樣 很明顯很明顯 他們的接種率是整個歐洲之冠 它要緊跟美國去做 那這樣東西就有時間搞的了 就是不會這麼快完結的 但是呢 就是領導人先去打 那其實都有幫助的 那有其他國家都恢復打這個阿斯利康 那有些就不打著 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很簡單的 阿斯利康這個疫苗呢 其實看上來已經是安全的 那它是有些可能有副作用的地方 或者是可能有些情況下沒有效 那這些是要去處理的 那我相信呢 就是現在賣這隻疫苗的公司 就是阿斯利康、牛津大學 它是會做一些事情 去令到它這隻東西是有效的 那它那個疫苗平台就是線病毒 那如果要改那條方 其實就不是十分困難的 那所以之後會怎麼樣呢 那就再留意一下 那現在當然有人就在香港都出了聲 就要不要再訂這個阿斯利康 要換國藥 那就是這樣說 就是提出這些東西的人 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可以提出 但是呢 真正的問題就是 國藥呢 現在比國內人用都未必夠的 就是那個產能呢 就跟得上的 但是呢 現在在國內呢 都是比較 就是比較慢一些的 那個進程 所以 不好意思 根據統計 中國的接種率是4% 是慢慢來的 中國是 其實也都暫時在內地 是沒有這個迫切性的 但是有得打 就盡快打 現在那個情況就是 因為中國是把首批疫苗 就送了去外國的 基本上 第一批 無論是科興也好 國藥也好 主要呢 都是送給外邊的人 因為中國那個 內部那個疫情 真的不嚴重 是不需要 最先打這個疫苗 那麼 中國就做回一些事情 去負回國際的責任 就是 也都是推 推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是以實際行動去支持 那本來這些是好事來的 但是當然也都被人抹黑 其實被人抹黑有很多原因 我覺得有一個原因就是 有些人的那些言論 就是幫倒網的 譬如就是說 我們這個疫苗安全 你們那個不安全 是長期的說這些話 我們的疫苗平台安全 你們的平台是不安全的 這些又是 就是令到那些人覺得 非常不舒服的 聽到你這樣說 就是說 只是說你那些才行 就是給你做就對了 人家不用做了 就是我很公道的 就是西方有些人說 中國疫苗不行 我們都借它 但是你會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西方很少講這些話 西方現在連說 印度疫苗都可以的 就是西方媒體現在 還有還有一件事就是 西方那些社交媒體的人 其實大家知道有一件事就是 你如果唱衰疫苗的話 是所有疫苗遭殃的 無論你唱衰哪一隻都 到最後就是包散的 最好是燒自己 當然是有的 例如巴西 在那裡玩弄這個數字 就說中國那隻疫苗不行 這樣說 我們批評過 對啊 套助他們都照用 他們最後都照用 而第二個唱衰疫苗 就是只有黃人 真是那些黃油 不要用啊 怎樣怎樣 還在洞房 那就很可惡的 這些操作 但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現實問題 那就是有些人 就很想反擊這些人 但是其實有時候 那個看法就是沒有必要的 就不是那麼需要 反擊這些磨碌的 就是說回事實出來就可以了 就是你這樣說 其實就害死全部人 還有 都可以說回那句 現在人類最大的敵人 就是那個病毒 就不是哪一種疫苗好些 就是你說相比來說 有些人都罵我們 為什麼你說科興沒有 BioNTech的有效率那麼高 事實上 大家做出來的數據是這樣 我們說回事實而已 你竟然就在我們那裡留言 說我們去污衊這個科興疫苗 我們全節目都是說科興疫苗是安全的 就是有這樣的磨碌呢 其實就搞到中國的形象很惡劣的 大家都是跟數據去說的 其實就 還有我們是說了一件事 是重症的有效率 基本上就是沒有人重症 那已經搞得定了 是不是 嗯 講得清清楚了 那一節 其實我聽回 我們講的話絕對沒有問題 是 但是就有些磨碌在那裡 是 新加拿說 中國內地有一位護士 他是打了兩劑科興 結果他都出事 中國的解釋就是 不是100%的免疫 而且這位護士 是在最重症的病房那裡工作的 最高危的地方工作 所以才會出事 那當然了 西方是略略說過就算了 他們也不會說科興不行的 因為其實每一種疫苗 都會有這些情況出現的 就是打完之後還會感染到 是的 其實大家都有的 所以你不需要別人說的時候 就要說別人抹黑你 大家講事實而已 其實這個世界就是 那當然有些人 留些言也是很荒謬的 那當然我們遲些會駁斥 還有有些已經刪除了 但是有些會在節目上駁斥的 盡量令到大家可以 貼近真相一些 那好了 這次來到這裡 其實時間都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兒 我們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就這樣 拜拜 好 拜拜 你線路很差啊家產